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還有兩天就國慶日了 財富指揮官沒有讓大家失望 那麼包含了3708的尚尾投控 我相信你應該很熟悉了 包含了2406的國朔盤總會 供到掌停板 包含了從頭鎖到尾的6443的元金 我的家族成員都在看 再次供上掌停 各位注意 真的有沒有在我的節目裡面 你率先感受到政策的溫度 真的感覺到國慶的魅力 你說對還是不對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你要看的節目 你要參加的家族 就要像我們家族一樣 我認為就算這幾天 大家都覺得說是不是要放假了 結果咧 我們家族還在熱烈的 從昨天的口罩概念股 我沒有開話 到今天的這個太陽能 以及風力發電再次攻上掌停 親愛的投資朋友 國慶之前 中秋之前 上個月 上上個月 我在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我的節目跟別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親眼看到兩個字叫做堅持 我說你今天看到很多人講元金 我說你今天看到很多人講國壽 講太陽能 講風力發電 他們能不能相信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我的節目 我相信你親眼看到 你一定知道這可以相信沒錯吧 甚至我就必須要問大家一件事了 如果我的家族 而且這些股票都已經事先公布過 甚至有些人在碰到鏡子的時候 也可以告訴我說元金在雲林那邊 蓋了什麼太陽能場 我相信這並不難 我想問各位一件事為什麼你沒有賺到 這是第一個重點 為什麼你沒有趕快跟上來呢 做股票第一件事情 改變觀念才會賺錢 你看到機會不把握的話 站在原地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可能要從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起了 你大概萬萬沒有想到 台灣最會賺錢的大力光 現在破了什麼 破了當時武漢封城的一個低點了 世界在改變 局勢在改變 2474的可成 有多少人整天還在跟你講 蘋果概念股 蘋果概念股 我知道講蘋果概念股 節目都很多人看 因為成交量大 甚至包含2317的紅海 甚至我就跟各位講說 這些什麼鷹葉達 2324的這個人保等等這些啊 我就必須要問各位一件事了 什麼4943的康控啊對不對 蛤 這些股票啊 別人的股票 恒大漲六倍 你的股票從204塊跌到76塊 你覺不覺得你今年白過了 那別人的股票咧 我們不要講大力光好了 從別人的股票 人家熱硬漲了四倍到五倍啊 33塊漲到100多 你同樣的你從285塊跌到多少 跌到173 同樣的一年耶 你有沒有改變觀念 是不是有些什麼事情不一樣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股票市場 有人說到處都在變 變才是股票市場真正的定律啊 而且呢我今天來要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溝通 也非常大的幫助 不但你要改變觀念 今天來敬則要幫助各位 在國慶之前 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的 各位注意喔 我發現現在有很多人 在做股票的過程當中 包含很多的老師跟家族喔 來了就拼命買股票 拼命買股票 今天因為一下子漲電磁股 他就買電磁股 一下子他根本觀念沒改過來 又說蘋果概念股很好 又買蘋果概念股 然後沒多久傳產股好了 又跑去買什麼 2603的長龍是不是 結果又套牢了 一下子又說太陽很好 一下子又說生技股好 我問你一件事啊 你是有多少錢啊 昨天前天我碰到好幾個客戶來 我一來就是30檔 20幾檔股票 10幾檔的一大堆啊 我說現在最重要 你必須要跟我做這件事好不好 你不要再增加你的負擔了 你本來的股票加起來是500萬 你就500萬 本來的股票加起來 是1000萬就是1000萬 這個總額不要增加啊 你想辦法把你那10檔20檔30檔的股票濃縮下來 濃縮成什麼 我真的講一句話 濃縮成今天唯一會上漲的 假設你濃縮成一隻 我高興到瘋了 當然不可能這麼做 濃縮成兩隻 非常開心了 濃縮成三隻 可不可以啊 總之呢 你就把它往所謂的 黃靖哲跟你講的這些方向來濃縮 那麼怎麼去做 我幫你換 我絕對不會像大部分的節目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而且我必須要這麼說啊 最慘的還有一種啊 最慘的是 買了一大堆股票 十幾二十檔在手上 電視台講的是掌停板的 你都沒有 如果你是碰到這樣的節目的話 麻煩你國慶日之前趕快換 因為呢 只好先換到對的指揮官 才能換到對的股票 才能站到對的趨勢 你說對不對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想我很直接的 跟各位報發一件事啊 別說黃靖哲一直跟你講說 生技股跟太陽能是最重要的 而且跟你講說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因為中美對抗的關係 中美對抗可成會好嗎 中美對抗 宏達電會好嗎 我問你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的錢放在這些股票上面 有意義嗎 中美對抗 康控會好嗎 他是力訓啊 他直接跟中國大陸的力訓 在做生意的啊 對不對 中美對抗啊 甚至3630的新巨科會好嗎 他自己本身就是 秋泰科技的股東了 就是等於大陸公司了 這些公司幾乎等於是大陸公司啊 你幹嘛在這邊做 你變成白做了 那至少你還知道一件事吧 我是跟你講說 如果你是今天 站在跟中國大陸對打的那邊的話 中心半導體你不好 聯電就會好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電子股的觀念也改變啊 你來我幫你換股 我說過不要增加你的負擔 把你的什麼可塵 把你的宏達電 把你的大立光 什麼音業達 康控這些把它換掉 你一直買不是辦法 甚至我就必須要這麼說 其實我很直接講 今年包含2317的紅海 那個漲的幅度都小的不得了 我知道講紅海不好 很多人很生氣 因為你手上有紅海 你手上有紅準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今年紅海紅準也好啊 甚至包含3062劍和2314的海洋 這些不是我沒有幫你努力過 而是現在時不我雨啊 這些他們至少有一隻腳 甚至有80%的市場 都在中國大陸 美國正在打中國大陸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川普如果給他好起來 你看他今天一出來又講什麼 都是中國害的 他是不是又來了 我沒有講對錯 我只跟你講說 你的錢要站在什麼地方才安全 人家川普要跟習近平打架 你站在中間 那你當然是很危險喔 不是這樣嗎 然後川普說 你把我顧著 你看 現在想辦法給台灣好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 如果你喜歡電子股 我認為這個東西很重要的 美中紅利方面的概念 我認為它叫美中紅利 像聯電這樣的股票 或者說各位看到沒有 我認為這檔股票 我會一直看好 營收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再創新高 我沒有移動我的生計的目標 我也沒有移動我的太陽能的目標 我只告訴各位一件事 你要改變你的觀念 我今年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的家族成員全部都在太陽能跟生計上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我不敢說這個是市場利益啊 但是如果你做的是可乘 做的是大力光 做的是紅達電這種股票 我們一定贏啊 一定贏你啊 績效一定贏你啊 對不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不能講績效好 但是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錯吧 後來我跟你講太陽能也是剛性需求 因為沒有要吃 剛性是怎麼意思 你一定要的 沒有要吃 沒有飯吃 沒有電用 那都是剛性需求 你看我寫的這麼白紫黑字寫成這個樣子啊 你的指揮官 今年都不做太陽能生計 你真的有賺錢嗎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順便我等一下還會跟你說這個大盤啊 等一下我們再講好了 大盤呢你看張錫都提到了 說明年可能還要標更高啊 這看起來我比他先講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說 這個理由到底在什麼地方 千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小 台灣終於回到反共的前哨 你有沒有想過啊 為什麼當年啊 蔣介石 蔣中正帶那麼多 帶那麼多 我這樣講會有人生氣 帶那麼多已經打敗的這些阿兵哥 來台灣 台灣竟然可以這麼好 如果沒有美國幫助沒有美元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站在這裡啊 所以台灣又回到這個位置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還是回到這裡來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來這句話最重要了 知識就是力量 知道的越多才敢集中資金重壓持股 就是因為我知識我能夠準備得非常的好 你跟著我包含了各位看到這些生物科技 你有是隨便投資的嗎 還可以錄DVD給你啊 太陽能我也是知道的很多啊 我說各位啊 這個叫做賺錢最重要的公式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消費 這個叫投資 這個叫政策啊 那消費是什麼 消費就是iPhone iPhone這次機會不大 投資的投資機會啊 這次有 那麼谷歌什麼 跑到台灣來 但是那比較少 那最重要就在政策啦 政策講了什麼啊 2025年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綠電啊 現在連名嘴的節目都是照黃靖哲講 我說台灣只有143億度 你還記不記得 台灣有140億度的綠電 有143億度 台積電的需求 那光台積電都不夠用啊 所以這些土地 是不是一塊一塊的 大雅5.3萬公頃跟台塘 國塑 6300公頃跟台塩 援金大概3000公頃跟雲家平 其他的投資朋友 我說援金這個最簡單 因為都跟什麼 都是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國民小學 這個我長期看好耶 是不是又漲停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2406國塑 親愛的投資朋友 雪甲區啊 地層下線不利耕作 結果呢 這地方拿來幹嘛 發電最好 跟誰 跟台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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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國塑是不是又漲停 這個多說無異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說這個量已經出來了 那麼各位看到沒有 上尾投控的量已經出來了 先五支停板 你說他停下來嗎 五支停板很多耶 老師 有沒有50%耶 沒關係還有 因為是長期性的需求 這不就是你新年看到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今年不是只有太陽能生意 它這後面有很大的背景改變 包含了所謂中美之間的對抗 包含了投資中國 包含了台灣的抗疫 非常的成功 我講的意思武漢肺炎那個疫啊 所以台灣才有這個 今天這個地位 那是在改變 台灣改變 台灣改變了 台灣改變了全世界 連川普都生病了 台灣竟然你跟我都還好好的 在這邊看電視啊 台灣改變了全世界啊 你也要改變啊 我今天來 我就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喔 其實這檔股票讓你知道 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昨天跟各位報告的 你看我報告的東西 都馬上能夠應驗啊 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馬上能夠應驗啊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請你注意啊 不是什麼股票不會漲 是你沒有改變啊 如果你用大力光 你當然覺得股票不會漲 如果你用可乘 你當然覺得股票不會漲 我們今天我還是跟你強調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增加你任何的負擔好不好 你來了 你告訴我們的理財人員 理財專業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你一共這個股票值多少錢 我不讓你增加任何一塊錢的股票負擔 來幫你換股 不好的股票把它換成好的 這樣子把它換成好的 好的漲停了 你是不是就會贏 現在不是我的股票漲停漲停再漲停了 是你的股票不漲不漲不漲一直不漲 你好好跟著我換股 就能夠漲停漲停再漲停 我們休息一下 請各位好好的考慮 這個事情你一定要做 因為事關你的財富 也歡迎你趕快跟我聯絡 好 輕鬆獲利又練就一身功夫 刷在線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雙向獲利 刷在線0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券小CAS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給你魚吃 再送你釣竿 輕鬆獲利又練就一身功夫 刷在線02-2781-0909 02-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人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靜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全程注意安全 二、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拍攝全景 揭露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耗誌等一併摄入 四、拍攝碰撞點、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盡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車能動、自行拍照 儘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人生最重要就是選擇 最重要就是改變觀念 現在美國正在選總統 那麼你最重要是要做這件事 你要選對指揮官 比選對股票更重要 因為股票你可能要換 可能要賣 那麼你選對指揮官的話 他能夠帶你低進高出 他能夠知道說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機會會比較大 那麼哪些股票比較會漲 而且漲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我說過 今天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假如今天有一個 今年做恆大的 我就直接告訴你了 假如今天有一個 今年做恆大的 跟今年做可乘的 兩個人站在一起 甚至一個做什麼 不要比太好 3373 一個做熱硬的 跟一個做紅海的 兩個人站在一起 你覺得他們所看到的 股票世界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說 我說這個是漲了好幾倍 一個說我股票不會動 還幾乎破底 有的還賠了快四成 所以我說過 當你的指揮官在那邊講 我就已經知道他是不是贏了 今年的趨勢非常的明顯 有比台灣更大的力量在變化 什麼叫比台灣更大的力量 中美對抗不就是更大的力量 有比股市更大的力量 什麼比股市更大的力量 我問各位一件事 武漢肺炎讓川普都得病了 不是更大的力量嗎 台灣創造了一個奇蹟 真正的台灣奇蹟 沒有想到說 台灣竟然能夠再次防疫當中 非常的成功 我昨天看完川普的節目之後 我才知道說 應該說川普染疫發生了現象之後 我知道說台灣成功的原因 要感謝我們的里長 我們的里幹事 我們這些基層的這些 這些追蹤的人員 還包含了我們這些基層的醫生 台灣很小 你沒地方跑跑跑 美國號稱說 我隔離你14天 他們是隔離10天 差不多9天都在外面亂跑 因為美國很大 也沒有里長管理 我你就是假如沒有人管理 也不要罰款 你會不會跑出來 坐在裡面14天很痛苦的 好啦我先把話放在這個地方 那表示怎樣 表示台灣在健保的制度底下 表示台灣在整個一個政治的制度底下 還有這個管理的制度底下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今年來講的話 千萬不要小看台灣 甚至我就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請各位留意喔 來 今天各位看到沒有 這位應該算是我們這一行的前輩跟長輩 那麼是國泰人壽的張錫先生 張錫先生他講什麼 台股四光環明年標更高 這是我第一個 除了我本人以外 我很直接講一件事 除了我本人以外 我第一個看到 是我們這一行的高層人員 告訴你這三個字叫做標更高 而且張錫在我們這裡面講話 是非常具有地位的 那理由你自己看 什麼半導體大缺或科技大長 配型率高科這個 其實他從頭到尾不敢講一句話啦 這句話因為他跟我不一樣 我是在電視機前面的 我在中國大陸沒有產業 國泰人壽在中國大陸有產業的 原因就是說今天要把中國大陸訂單 通通搶下來嘛 分給誰 分給印度 分給越南 分給台灣嘛 這樣最簡單的一個模式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還在中國大陸 你的單子是被搶的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你還在中國大陸 你看他為什麼把他的 把他的梅旅廠賣給中國大陸廠了 他知道他要被搶了 與其被搶我不能賣掉啊 所以這個觀念你要換 你不要等了一年之後說 老師我怎麼辦 我說現在只能幫助你這件事啊 你又跑去找原來的分析師 他可憐不買給你買康控 康控不買給你買美綠 美綠不買給你買大立光 大立光不買買玉金光 其實都一樣 我說一句不好聽一點的話 當趨勢向下的時候 很多股票只是早跌跟晚跌而已啊 你怎麼不去看看人家會漲的股票呢 我就直接告訴你啊 你有沒有發覺啊 我就直接告訴你也無妨啊 我認為他已經開始往下了 就是我個人看法 屬於IC設計這個部分 特別是中國大陸 然後每天都有2454連發顆的利多 你看他為什麼沒有上去 每天都有耶 法人買一缸子啊 你只能指望那些法人自拉自出啊 我幫你換股 換什麼 當然有可能這裡是最多啦 但是各位啊 生計其實還有很大的力量 如果你覺得短期太陽能上面漲一漲 他會休息的話 等他拉回來再帶你佈局 沒有問題 那麼太陽能知道的人也比較多 生計知道的人比較少 你可以跟著我來啊 所以股票市場還有一件事啊 知道的人越多啊那越不會長 現在誰不曉得他是股王啊 破敵耶 現在誰不認識他啊 你如果說15年前你看好鴻海 我讓你成功啦 你現在才看好鴻海 你不覺得董事長都不叫郭台銘了 你還在看好嗎 這樣講到時被罵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子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股票市場永遠是誰最早看好的 那個是贏家 不是你等到大家看好了不要了 你再來撿 那乾脆全台北市的房子 你通通買走啊 看看會不會長啊對不對 你看川普 我為什麼昨天跟你講 川普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當時說川普可能會病死 那已經是最大最大的利空喔 那一槍不見了沒關係一樣 那是最大最大的利空 聽到這個消息你要大買才對啊 因為為什麼 以美國的醫術啊 川普 說句難聽一點 川普想死還很難耶 同不同意啊 新冠肺炎現在致死率也沒那麼高啦 那現在軍機在那邊飛 川普又生重病 那不就是最大利空 最大利空不就是要叫你買嗎 今年以來有多少次 這些年有多少次 什麼美國跟金正恩要打起來了 美國跟中國大陸要打起來 結果到最後那個地方都是低點 沒錯吧 所以我跟你講說各位注意啊 我都沒有看話啊 川普支持的要戴口罩啦 各位啊 美國終於要像什麼 像台灣 台灣從1月17號開始 我一喊大家開始戴口罩 結果大漲那麼一大段 大漲的接近10倍上來啊 20塊錢漲到216啊 大概接近10倍啊 現在抓回來休息 哎呦 美國現在要了會不會又再來一次 你說老師今天有一點點拉回 有一點點拉回那是很好的事 有一點點拉回那是很好的事啊 怎麼今天是怎樣 今天是3月29號還是4月29號 台灣差不多要4月才會變暖活啊 從現在開始你就不要戴口罩嘛 你叫那些外國人通通不要戴口罩嘛 撐到多少撐到明年1月份 撐到隔一年的1月16號就好了 很快就跟川普一樣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恒大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說做了幾次了 不跟你報告過幾次了 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只要講一支恒大 你做十次大立光你也不會贏我 我今天只要講一支樂音 你做十次可乘你也不會贏我 對不對 我今天只要講一支國光生計 你宏達電做一整年 做三年你都不會贏我 為什麼你不換國 台康生 我只要講台康生 你做一整年的康控你也不會贏我 你為什麼不換 如果你還是這個樣子 我還真的拿你沒責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我只要跟你講一支合一啊 從這裡開始 153.5元開始啊 你以上這些蘋果概念股全部都做一次 你的績效還是不會贏合一啊 所以趨勢在哪裡 我一直跟你強調的非常的清楚啊 趨勢都在這裡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不會沒事啊 跟你寫一個生計自負寶典啊 因為今年台灣抗議成功了 連川普都生病了 我可以給你保證 蔡英文比川普安全多了 為什麼 他的國民都很健康啊 他的發言人也很健康 不會傳染給他啊 他的衛福部長什麼都很努力 你跟我都很努力 我們都有功勞的啊 我們隔離都乖乖在家裡 他們隔離出去 他們開車間跳舞啊 你看昨天川普隔離的時候 是不是跑出去外面 還在揮手 所以那被跟他揮手那些人 有些人也應該要隔離啊 對不對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營收在創新高耶 從現在開始一路營收都要創新高啊 這檔股票真的是大轉機 我認為這跟恆大一樣 一路大轉機 恆大從1月份到6月份到8月份 一直營收創新高 後來稍微有點拉回 這檔股票從這個月開始 營收一路創新高 到明年年終都要創新高 你說老師你怎麼這麼有把握 我就是這麼有把握 等到我告訴你的時候 你又說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要大力光 營收一直在創新低 可憑也在創新低 都是創… 他們的新高都一點點啊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不要忘記啦 不買手機啊 不會死翹翹啊 新冠肺炎的藥沒有的話 真的會出命 會出人命 我已經沒時間講話了 歡迎各位想辦法跟上這檔 營收創新高的股票 而且有知識才有力量 跟著我一起掌停掌停再掌停 把你不好的股票換成好的股票 這是你今天最重要的責任 打電話過來 你就有改變的機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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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見 三倍券小CAS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給你魚吃 再送你釣竿 輕鬆獲利 用練就一生功夫 數要再見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曲師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三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券小CAS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給你魚吃 再送你釣竿 輕鬆獲利 用練就一生功夫 數要再見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022-2781-0909